好,各位同學,我們看看C-Physics 2008年的第一條 A fish jumps up vertically to a maximum height,有條魚跳起床 然後跳到最高點,0.5m above the water surface,有條魚竟然會跳起床 跳起床之後,它會去到最高點,0.5m 接著,What is the speed when it just leaves the surface? 剛剛離開水面的時候,它的速度就是在這裡 離開的時候這個速度是多少 其實就是一個很直接的跳起床,我們有一個 Energy的conversion,要由水面離開去到最高點的時候 因為Fulllamp整個過程,它的Energy應該是conserve的 所以我們應該會有一個 到最後的高度增加了 即是有一個PE的增加 P gain,即是有一個PE的loss 計算到PE的loss有多少,就可以找到PE增加了多少 或者回到我們看到PE增加了多少,就知道PE的loss有多少 好了,我們找到PEloss,就是2.1m2 原先有多少PE 到最後最後有多少PE,2.1m2 選擇了,然後PE增加了多少PE,就是高度增加了多少 這些都是本身generaly我們會有的步驟 然後兩邊的mask可以藥走它 抽common factor,然後調成1.1m2,抽common factor,調成1.1m2 好了,不如先不要藥走mask 抽了common factor 1.1m2,所以就是u2-v2 我們出現了這條色,這條也是很常見的一個expression 有些同學就有時 太常見了,回到它就變成 u-v u-v all square 這個要小心點 那為何會出現這一塊東西呢 因為是個ke的雙減,所以我才會出現這塊東西 所以千萬不要變成square,就抽一場例子 這個是數學上錯誤的 然後就是v 我們去到最高點 到maximum height的時候 這點 不是,是v v應該是0,如果跳到最高點,v是0 這個也是最高點的意思 最高點,我們會有一刻停止了 靜止了那一刻 那就是v是0 好了,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 我們想找個u,所以我們調回u v是0 所以調到2的旁邊 G呢 G我們可以用10 或者9.81 但是在CE paper 其實我們用10 然後delta H 就是它調高到0.5 所以 u square 就是2乘10乘0.5 2乘5乘1 即是10 即是這個開方10 我們按下開方10 這個3.16 6個ms乘1 所以答案就是a